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近來到我們全日總結的環節 先介紹我身邊嘉賓 來自要財證券 現交部的分析員黃偉豪先生 Raffi 你好 你好 跟進一下亞太高股市收市表現如何 見到上證指數跌了0.9% 佈2228點 跌了20點 創作是33個月以來的低位 低位是見過2224點 日經225指數同樣下跌 跌了0.4% 收報8,643點 跌了33點 看台灣股市表現 升了0.4% 收報7,140點 升了26點 韓國手語總合指數都是暴跌 跌了6點 報1,916點 想跟你再報一下港股表現 見到恒生指數 日中的高位 見過18,476點 最多曾經升過28點 開始都是低開140點 其後跌幅最多跌過166點 收報低位見過18,280點 收市這刻跌了87點 剛剛跳了是跌92點 收報18,354點 國企指數跌了69點 收市9,888點 成交仍然只有430億 想跟Ryby說一說內地股市 內地股市也下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大家可能期望會否有措施出台 刺激經濟 但好像沒有太大的實質內容 可以幫助股市 有一點彈性 如說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大家本來都在衝擊這一下 有沒有什麼相關的消息 可以發放出來 令到人家這樣說 可以打起股市也好 或刺激經濟也好 甚至在看未來的 環工調控的動向在哪裡 但到這一刻為止 經歷了三日 今天也完結 但到這一刻為止 暫時都看不到太大的消息出來 令到內地股市 都持續有一個沉繞的格局 始終現階段 內地股市除了這方面 帶動不了之外 受惠不了之外 更加令一邊商 受惠於很多不利因素 網上當然不斷強調的 就是內地依然未全面放寬 一個流動性的政策 這一點是最大的一個致命傷 令到內地方面一個水筋現象 水筋的時候 貿主要炒股市 的確都比較難 另一點來說 不斷說的 IPO方面 也繼續去到雜資上市 令到市場流動性中一步減少 最後一點 我覺得正正很關閉人民幣市 貿主上這一陣 人們的貶值 正正令到很多錢 以前流到中國體系裡面 貿主上內地方面 進一步流動性碎落的時候 正正整個內地股市 都叫炒不死 如果現在穿了政策帶 278點下來 更加繼續尋得位的時候 短線不能快點有入市動力 升上市的時候 我覺得接下來的網下市的機會 甚至是施2,200點的區間 都不是沒可能的事 不如看看港股 不如先跟進一下 主要藍籌股的收市表現是怎樣 可以看看 匯豐控股收補58.7 跌了1.05元 而中移動收補75.05元 升了3.5元 中國銀行升了1元 收補2.81元 工商銀行收補4.65元 跌了2元 建行跌了2元 收補5.48元 港交所的表現 跌了1.4元 收補125.1元 西洪基地產收補95.35元 跌了1元 長實升了5.5元 收補88.6元 而中銀香港收補17.8元 升了4仙 而中國銀行收補19.56元 跌了1.6元 中海油的表現 跌了接近1% 收補14.48元 跌了1.6元 中石化跌了3仙 收補8元 中國鋁業收補3.42元 跌了1.1元 中國海外跌了1.4元 收補13.42元 碳水控股升了9元 收補149.8元 想和您談談內銀股 看到有關方面的數據 人民幣新增貸款有5,622億 多於市場預期 按年多了78億 年初 月初時 擔心11月份 新增貸款會否有放緩的跡象 好像和市場預期 都不是說差太遠了 的確來講 剛剛叫做下午出了新增貸款的數字 的確來講 今次11月份 就叫做5,622億 的確都較有市場預期位置多 甚至乎都較 會覺得 意味著全年達標的情況 其實也有幾大機會做到的 正正來講 這方面 暫時一看 都相對是比較利好少少的 剛才大家之前 剛才Nita這樣說 一路月初都在擔心 其實11月方面的數字 有機會有個 叫做放緩現象 或收窄現象 因為始終來講 內地都沒有叫做 大力貨行相關的貸款 或者 叫落實批分相關的貸款 所以這方面曾經大家擔心過 但到這為止出來的數字 稍稍叫大優的話 可能一方面 要釋除了大家這方面的憂慮 但正正這一點 出現後 可不可以看到整個股市來說 稍微跌幅是大了一點 自己怎樣解讀這方面 雖一方面 剛才這樣說 可能好的話 就叫做好過預期 但一邊看 就正正一樣 叫做稍微放大了的話 是不是也意味著 越來越來越方面 不會那麼大力 或者那麼加快步伐相關的放水行動 這方面也是另一個隱憂性 令到某程度以致港股來說 稍微跌幅加大了一點 暫時一看 我覺得這方面 未至於泰國正面署 甚至仍然有一個隱憂性 究竟內地方面 放寬流動性的政策 何時會對增壓落實 好 看看M2廣義貨幣供應 按年升了12.7% 符合市場預期 而人民幣上個月的存款 按年少了 少增長 2626億人民幣 不如想和你講一下 另一個版塊 就是本地和內地的電力股 不如先看看內地電力股的表現 當中902的華倫國電 升4.7%收市 收補3.99 連帶華遠電力表現 亦十分強勢 升3.6% 收補13.64 亦是其中一種表現最好的藍籌股 另外華電國際升2.67% 做1.49 中國電力升半個百分點 1.77 而大唐發電收補2.4% 升了0.84% 怎麼看內地電力股的表現 對 今天來說 正正是甚麼因素帶回來 當然一來 是相關個別公司管理局出來說一些言論 相對說到電力股相對的營運前景 今年來說都是比較艱難的 亦都想接下來應該是時候做適合調整 這些來說 可能有些叫放風的疫苗 放風的一些口法 即口述 令大家都覺得 會有機會繼續放風相關電力股的壓力在 所以正正是第一個因素 令相關的大起了 第二點來說 貿財上都關法的位置 始終來說都是一個拉閘電的 等等因素又會出來 很多人都會問這方面的確會對整個行業造成一個負面影響 但為甚麼 今天來說 都會對相關電力股有一個炒上意味 正正來說 因為限電拉閘等因素 都會令到供應減少的時候 可能都會令到電價有機會將保值上升 所以這一方面可能都會不多不少 少少短線的利好支持 但都是那一點 始終現在很多股份 特別是電力股這些都是 受政策影響比較多 甚至炒起來的時間性都比較短 我多建議以短線角度操作會好一點 暫時中長線來說 都不會太過建議持有 順便看看本港的兩隻電力股 分別是2號的中電控股 升了0.7% 全日收報66.25 6號的電能實業升1.5% 報57.6 看看兩隻新股的表現 中國多金屬2133 比招股價2.22 收市跌了接近40% 即是接近四成 收報1.3.5% 跌成8.7% 另外就是1293的保訊汽車 亦都是給招股價8.5% 跌成14% 收報7.3% 跌成過二 不如跟Rafi談談整個市況 個別的新股表現就一般了 但我見到港股好像牛皮膠卷的狀態 大部份時間都在升或跌過位數 臨到收市時就跌多了一點 收市跌92點 如何看待市況 整個本項股市的確交頭不算太活躍 正正來說都靠近年尾 始終傳統來說 大陸12月中 很多傳統基金經理都開始放假等因素 入市育第一個大動力是失去了 第二點來說 始終外遊方面都叫做非常明朗 令到省戶都不太入市 所以兩者加起來 近期成交顯著不斷收窄 甚至是比較低 所以這麼低的成交之下 要推高的市率比較難 所以正體來說 我覺得港股依然都會在現階段的水位 不斷地牙牙膠著著 暫時買太陽各方行 可能都要等過聖誕後才明朗發一點 好 見到今天成交亦都是偏弱的 只有430億 謝謝Rafi 麻煩你也申報一下 剛剛講的股份有沒有自由 沒有的 好 今天直播時間到此為止 明天9點15分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